白颜松 在这个体型的背后是我先锋的一句话,越自律越自由,我希望中国,尤其是男的,女的自律我不担心,因为减肥是大挑战,男的希望能自律一点,我真不喜欢很多我的同龄人的体型,我现在一周跑五天,这五天当中一定会踢一场球,五十岁了,依然可以踢大场,不是开玩笑,而且经常是跟专业的一起踢, 可是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自律啊,我剩下的那些天在跑步,而且跑步有人会觉得是非常枯燥的事情,作为中国新闻界标杆人物,五十岁的白颜松并不油腻,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背后的答案很明显,就是跑步,因为热爱跑步的人都非常自律,越自律,越自由,我因为自律所以我可以自由的奔跑 白颜松说,不管你成不承认,越是成功的人,越是自律,自律,几乎可以决定你的事业成功与否,一个人连自己的业余生活都控制不了,歌谈控制人生 第一,话说央视很多记者都喜欢跑步,比如瑜伽,杨剑,鲁一鸣,沙童,毛毛虫等,白颜松也不例外,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足球爱好者,最爱的球队是爱根廷队,然而如今的白颜松,却迷上了长袍 白颜松说自己三十岁时做剪法,四十岁很困惑,到了五十岁很好奇,所以迷上了跑步 短跑有时候需要激情,天赋以及当时的身体状况,但是到了长跑的时候,这些玩意儿就没有用了,需要的是你在真内,那时候能否再突破窗户只继续往前跑 在长跑最艰难的时刻,靠的更多的是一个人跟自己的对话,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长跑者需要耐力、热尽,和一颗感得了孤独的心 他说,白颜松曾将主持人叶春文,中国最大的名利场合绞肉机 现在,你就在这个名利场合绞肉机,离举举独行的白颜松,用日渐淡然的心态是面对输赢得失 当你长跑的时候,你就不要在一水领先,不为别人的忽快忽慢而受干扫 不争一时的第一 他说,早在2014年,白颜松主持的新闻一加一,栏目,就曾关注过中国跑步热 唱一坑到老跑到老,除了在演讲中,透露自己每周会跑五天之外 他还经常参加跑步活动 2015年,他因姚明了请参加24小时节力赛,3.5公里一圈的赛道 他陪姚明跑了一圈,跑前他还表示跑一圈都不怎么出汗,可以多跑一圈 2016年,重庆万圣国际跑步节上,白颜松发起全民健身的倡议 让更多人爱上跑步,热爱跑步的人自律 他们热爱大自然,格外关注空气质量,是中国前行的正能量 所以,让我们更多的人爱上跑步吧 2017年,白颜松担任设限国际马拉松林跑员,在开跑仪式上,白颜松妙语连珠 白颜松说,邯旦有一个成语叫,邯旦宣布 在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邯旦宣布有了新的时代含义 我们在邯旦在一次号召所有人,学会把跑步当成持续一生的生活方式 射线的射字则是对跑步最科学的定义 水代表少量出汗,不代表跑步,跑步跑到少量出汗就好 其实,白颜松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去当地跑一跑 比如2016年,白颜松到长春进行新书签售,就沿着静距谈南岸跑了十公里 为什么要跑步?白颜松说,奔跑就是对时间,对生命的一种阅读 不管你跟多少人一起跑,最后归根到底是自己陪伴自己 通过奔跑,你知道时间是怎么流过去的,生命还有多少钱呢? 02,跑步,在常人看来无聊且难以长久的事情,其实更讨厌一个人,也更加锻炼一个人 说实话,你的皮脑会展示你的生活习惯,很多人别说到了中年 即使干工作没多久,就会有大肚子,皮肤松拾,看,谁有你腻的 他们在永长的生活中失去了竹梦的热情,只能跟着别人喊口号 人生在世,去喝二字,他们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磨灭了个性 只能是今朝有九今朝醉,明日愁 来明日愁,看到别人出成绩了 他们毁复当初,如果当初我知道 我也能做到,上前了三分钟就累了 又自我安慰到,至少我比某某某强 久而久之 他们将一切的不如意归结于宿命 心不甘情不愿的念着,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而高度自律的人早起早睡 在其他人赖床的时候,已经跑完了十公里 又在别人熬夜玩游戏 追剧的时候养足了精气神 他们勤于锻炼,长根枯燥,无趣的生活此刻 所以他有了马甲线和腹肌,有了学服务车,有了一路绿灯 那么快一人生,有一段话说的好,熬血看电视剧,泡酒吧 逛夜店,纹身,卖醉,这些事情看起来很酷 但其实一点难度都没有 只要你有点钱,有点钱就都能做到 但更酷的是那些不容易的事情 比如读完一本书,坚持早起,有规律的健身,稳定体重等 03,那些事业成功的人 莫不有着强大的自律精神 比如足球巨星C罗,巨英没爆料 他在卖联校历时,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锻炼要复合肌肉 自从转会黄码后,更加的疯狂 为了方便锻炼,他直接把客厅改造成了健身房 正是这份自律,才有了体质率7%,肌肉含量50%,才有了33岁的年龄 23岁的身体,才有了一个人扛起整个国家队 比如万科董事长郁亮,2010年的时候 他体重有75公斤 为了减肥,他开始了跑步 于是短短一个月,就减掉了25斤 为了能跑马拉松,他专门请人在万科总部 修了一条1000米的跑道 他每周会跑5次,每次5到10公里 早上8点前,郁亮都会完成自己当天的训练任务 风雨无足,周末他还会跑20到30千米的长距离 以保证随时可以跑马拉松 据说,有一次计划要跑20千米 结果到终点的时候,手表显示还差50米 别人都停了下来 但他还是坚持跑完了那50米 正是因为这份自律,让他手马便跑出了3小时44分 之后更是跑出3小时18分的成绩 成为当时跑得最快的总裁 而我们普通人中,也有那些超级自律的人 马拉松助手曾采访过的黎晨,连续一千天跑步 曾有半年时间一口猪肉都不吃 从250斤的胖子成为逃者 另一位全马已经破三的减肥达人 陈恩达,为了能懂护锦菲成功 曾365天每天坚持跑10公里 现在他已经全马破三 而那位抗矮成功的57岁阿姨 20多年来晚餐从不吃肉 即使是聚会,也绝不会破例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你最深刻的错误认识是什么 点赞最高的回答是 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后来才发现自律者才会有自由 话虽说的好听 但很多人都做不到自律 因为自律的前期总是痛苦的 要早起,要不吃肉,不吃糖 要戒掉手机,听着就觉得难受 但只要你能坚持下来 就会发现,自己对这种自律的生活越来越上瘾 而自律的你也越来越美好 你的大肚子不见了 你的黑眼圈没有了 你的工作效率慢慢提高了 你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 就如李开复所说 千万不要放纵自己 给自己找借口 对自己严格一点 时间长了 自律变成为一种习惯 一种生活方式 你的人格和智慧也因此变得更加完美 接于你会发现 哪些自律到极致的人 都拥有了开挂的人生 所以我才不要什么懒洋洋的自由 我要在自律中寻找更广阔的人生 开始自律吧 从每一个当下开始 将原本早上的懒觉改为跑步 将原来晚上的公愁教授改为跑步 你会发现原来自律的生活是如此美好 我会发现原来自律中寻找更广队的人生 我会发现原来自律中寻找更广队的人生